大巨蛋内火焰冲天 别紧张这不是失火 而是烟控性能现场测试 在脸书投出相关画面的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表示 讲完市场紧盯大巨蛋施工进度 并要求消防局依规定审查确保安全 远小公司在街道内政部许可含后也全力赶工 目标4月完工 7月底取得使用执照 年底市营运举行棒球比赛 因为要拿使用执照 势必一定要做这个烟物的控制 那我们消防局也会依规定来做审查 我们希望在今年的7月能够拿到使用执照 那如果7月可以拿到使用执照 可能我们在年底大概就会试营营 来举行棒球的这一个比赛 李四川说明第一次烟控性能现场测试 以获消防局审查通过 预计3月底将在进行更大规模的现场烟控测试 如果顺利通过就可以进行后续人工草皮等施工 这个所谓沿路的这一些控制 包括现在的试验就是为安全而做所有的审查 所以我们一定会是在这里不但要如期之指 而且一定会确保安全的时候才会来试营运使用 李四川表示运动场馆初期将先以容纳1万人进行试营运 希望在安全的前提下让台北市尽快有个室内棒球场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